好了 鄉親 今天是受到卡努風胎 外國管理的影響 大台北地区一早就落後了 現在這個中毒風胎卡努 又又挖近臺灣一關 不過他在走的路燥 就像是秋台 秋天的風胎這樣很混亂 國國的疫情也進來不一樣 最大的關鍵就是 接下來這幾天 加壓的變化 尤其萬不營 若是東西邊的隔壓跟南北邊的隔壓 把這個風胎包起來 就會形成一個碗 這樣這個卡努風胎 就會在海上回覆 若是依照我們的氣象 最新的疫情 拜四拜五 會是這個風胎 離臺灣上京的時候 風胎的保護口會進進我們的東北角 除了有機會來發佈到海上的經報 也沒有拜託會來發佈到 北部地区六上的風胎經報 那時候 中部西接近 那邊有收藥將順百合條 就怕探紙的工具會讓風胎破壞去 中台島索尾這麼早 卡努風胎有接著來 東北部已經是現場好處 預估在基隆北海岸地區 北部地區和馬祖地區局部短暫降雨的情況 最快的今晚八點會發佈海上颱風警報 後只有從美國GFS網上市政委當轉了 後再加大飛轉來往西 日本市政委等多相伯 每次來各個路線都差很多 可能隨著北方高壓如果稍微減弱 才會開始往北或往北北東方向移動 也遇過今天中度颱風的強度 還會再增強一些到中度颱風的上限 之後再向西移動的過程中會維持像這樣的強度 一直到星期五向北轉以後 強度才會稍微減弱一些些 怕就怕在卡努的限制要安行場裡面 它的東北和西部都有一個高壓 像南北的基隆市場形成一個安行場 就是讓卡努很難刷重的原因 如果在台灣較近的時候 突然有可能會在海邊上四億塊 就不少人歡樂會參加日空空一年 那裡紅台向向塞一個頭腿 那在八月一號看到這樣的颱風 的確是蠻特殊的 那我們只能說這個一步一步來看 因為剛好就是位在一個兩個高壓的中間 就當然就會變得比較不明確 現在還沒有一個證據支持說 它會向那裡 只不過就是說兩三天後它的路徑 還有一些變動的空間 卡努的後一步是要從哪裡走 邀前派說 不過去上京都提醒 這邊的風台剛好會回到大樓 要以風海志的渡管 不要隨時關心紅台總統 沒有百度會有六勝的進步 並將千萬多愛死你